我们想把60米长的胡同打造成一个独特的艺术综合体 当我们的客人来到这个综合体时 除了有机会体验文化的多样性外 他们还可以交流以及了解越南文化和传统艺术的起源 正是出于这个想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75区艺术与拍卖文化空间正式开业 穿过繁华的街道 远离喧嚣 该文化空间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艺术综合体 来到这里 每个人都可以悠闲地欣赏和体验越南种类丰富的手工艺品 如磨漆产品 手工刺绣品 陶瓷 甕壶画等等 穿过艺术走廊 来到主要的展览艺术空间中 参观者可以欣赏精髓烙印展览上展出的29幅绘画和雕塑作品 我想要创造的空间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的文化空间 给参观者带来不同的感触 创造一个多维空间 让他们从多角度思考生活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75区 艺术与拍卖文化空间属于成立于1959年的美术与文化产品股份公司 这也是成功打造艺术介绍交流中心的单位 古街区杭托街75号曾是黎强印刷厂的总部 在传播20世纪上半叶知识文化精髓 引进当代艺术作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这些艺术作品在这个自65年前已留下文化印记的空间中展示 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 一进入展示空间 我就发现处处都透露着越南传统民间文化的气息 在热闹的古街区内 我感觉很安静 我觉得所有画家的绘画作品 除了富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 还带有现代特征 我想这一交融点有助于促进越南文化不断发展 在这里除了展览之外 一系列艺术欣赏与交流等的工作坊 不仅为参观者提供了接触艺术的机会 也为推崇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做出贡献 穿过城市的喧嚣来到这里 每个人都可以平静下来 反思自己和生活 通过手工活动 参观者会发现生活中的新事物 也可能发现一个新的自我 此外精髓烙印展览组委会 也想与参观者分享展览中的文化精髓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之中 有足够深度和安静的文化空间 也是帮助人们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宁静 放慢脚步 静心体验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交融的魅力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